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海飞扬 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我们要从去年的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范例 跟各位来说明 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档标的的时候 当时其实很多人很质疑说 为什么我们会去挑到这档标的 为什么会提前去做一个布局 而且他真的涨了一倍多 那我们先从他的题材面来看 那我希望各位去了解 我希望透过节目让各位去了解 其实操作股票它是有方法的 没有侥幸 没有说你久久的偶尔你抓到一档股票是标股 然后后来你怎么操作再也做不到标股 你长时间下来你发现你好像都在亏损了 所以你不能够突然的久久的赚了一次 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亏损 那代表其实你的方法根本不对 甚至你可能没有方法 所以我做节目我希望传达的是一个方法 很多人在质疑当时说 很疑问说为什么我们会挑这个标的 当时我说一档股票它叫做5603陆海 记不记得 陆海我都讲最近大概 最近一个季度的一个事情 去年第四季的事情 我们不要讲太久 那陆海当时我说它是跟世纪刚合资成立世纪中光 它是什么 它其实是我们认为你真的被市场所忽略了一个风电的一个 受贿的股票 那世纪刚之前也涨了 什么样的标的都涨了 可是呢 真正有受贿的从陆运到海上的一个运输 一些机构建的运输等等 真的实时受贿的一档股票 一家企业 它却股价却没有反应 好 那所以呢 当你了解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就会开始等待 等待它的主体的尾声 出现筹码集结现象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出手了 所以我们知道一档股票 一家企业入海 但是我们不能够 我们不是马上买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出现筹码集结的时候 它根本不会动 它再好它也不会动 各位 很多人做股票 你不要掉入那个陷阱 就是说你们只是从基本面 产业面去找出好股票 我相信很多投资本都很会找好股票 企业成长的 你们都很会找 可是呢 买的时机往往不对 买太早 要不然就是已经涨上去了 再去追买太晚 追高 买太早 你等不了那么久 你卖掉了 它可能就上去了 那买太晚了 已经飙了 已经变热门股了 你再去追 又追晚了 风险又高了 那也不对 你要买在准备启动前的 那个主体尾声 所以当时很多人在问说 为什么我们会做陆海的时候 当然我们一定要先从产业面着手 你必须把他的题材 造成他的一个业绩能够拉伸的 那个关键在哪里 然后呢 然后就是足底尾声去买进 所以当时我当时 当时一开始我先遮起来的 我说你看有一档股票已经偷偷上来了 对不对 有一档股票已经偷偷上来了 那他上来之前 当时我就讲了 在他上来之前 就已经偷偷出量了 有没有 这个大量不看 这个大量是他已经上来之后 带大量把它带上去的 大量上去之前 其实就已经偷偷先出量了 有没有 有人滴滴的大买 当时我就跟你讲这个观念 这观念就是告诉各位的 那个位置就是一个准备 其实你看他长期下来都没有涨 都没有涨 可是我说这里可以注意了 要买了 为什么 有没有 这是谁 这是陆海 后来呢 他都这样连续上来了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再针对足底尾声 再做一个说明 所以当时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们可以找到 你看连续两周长红拉上去 这个赚钱速度就相当快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买 对不对 那这个位置是不是足底尾声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强调你做股票 你要有方法 你方法对 你会一直对 有没有 上半年 EPS负责0.26 他一个月 八月公布了 一个月是挣的0.21 一个月就1.21 上半年亏损 结果一个月就赚0.21了 所以你看 你知道他很好 可是 什么时候买 数据出来了 你看数据出来了 你再去买吗 已经到这里来了 了解我意思吗 再来一次 你知道他很好 但是你要什么时候买 当你看到利多数字出来了 你要去买吗 股价跑到这边来咯 所以你不能够等到利多出来了 你再去买 那就买太晚了 就是我刚才讲 你买太晚了 你要在什么时候 足底尾声买 这个时间点 就是我们在出手的时候 后来拉起来 我偷偷告诉你 有人先上来咯 对不对 为什么好 我都跟你讲了 所以等到他的一个数字 出来的时候 你已经大赚了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买在足底尾声 重不重要 相当的重要 对不对 已经上去73% 三个礼拜 你看连续三周大涨 爆赚 走正确的路 需要孤独的勇气 我们在买的时候 很孤独的 可是问题是 我们走正确的路 所以呢 最后你看到了 80% 又涨停 98% 有没有 我就跟你说 不要跟着人群跑 走一条自己的路 我到现在还是跟你讲 不要跟着人群走 你看到这个时候 已经多久了 已经100变200 200变400 300变600 一倍了 又涨停 117% 23号 又涨停 第11个灯 又涨停 139% 然后开始分盘交易 创新高 各位 153% 所以当时很多人问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里买到 入海 包含 包含我们这个行业 同业的 有一些业界的 我认识的一些朋友 私底下也会问我说 我们团队怎么去找入海 好 那我的讲法 我刚刚说他们的 跟我对你说的是一样的 永远永远要从财报的 所谓的一个企业的一个 回归基本面 简单讲回归基本面 你永远永远要从产业面去着手 所有你能够赚钱的标股 不是侥幸的 那一定是从产业面着手的 从产业面去出发 先找股票 找到了 知道它很好 它有受惠 那接下来就要等什么 我说过了 这叫选股 选股选好之后 再来就是选10 好了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买进 后来偷偷拉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买 接下来就讲选10 选10很重要 选股很重要 但是如果在搭上的选10 你就能够买在最佳时机 就是我们所谓的 你未来回头一看 波段的起产位置 所以我常常鼓励各位 你要懂得 怎么去做波段的获利 因为那个波段获利 它真的能够帮你 把赚到的钱留在身边 再去做下一档的时候 你又用同样的选股 跟选10的方式 又赚了波段的获利 你在获利下车之后 又拿到放口袋的时候 你每一次的交易 你不会频繁的交易 你不会买一堆股票 你就一次一次这样做 每一次的波段获利 放口袋之后 你的财富是持续累积的 你不会说我这一次赚了入海 可是我下一次呢 我又赔了很多股票的钱 那代表你赚入海钱 你是侥幸的 你根本没有方法 你只是碰运气 哇那不行 在股票市场就讲 为什么方法很重要 因为方法对 你会一直对 当你能够方法对 一直对的时候 你长期下来 你的财富就能累积起来 你不能偶尔赚 靠运气 都是侥幸的 我觉得那不对 好了 怎么选10 来 入海 我先给你看他后来 有没有 这他周线 是不是涨了100多percent 这周线 一根k线代表一个礼拜 有没有 好100多percent 那起涨钱在这里方生什么事 这是不是持续足底足底 你会去观察这种股票吗 不会 但是我们会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他很好 可是我会等待时机再出手 所以我们不会去 我这里 我说陆海很好 它是真正的 它也是一个 风利的海上风利发电的受费股 所以我发现它之后 我就开始买 开始买 开始买 会吗 各位 不可能 这太时间 它等太久了 我们在这里买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把这里局部放大 我把这里局部放大给各位看 就是这样 很明显 对不对 非常明显 有人进来了 那代表什么 他还进入足底的什么 足底之后 电高 准备怎么样 启动了 最后的筹码集结 再把这个地方 再看整张画面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区块 就是当时这里 你看后来 涨一倍多 所以为什么会去买 因为我知道 筹码集结完毕 准备怎么样 开始要去反映 我们所谓的一个 产业面的 产业面 风力发电的一个受贿 所以当它涨了 快一倍的时候 它终于才 它才公布 8月 单月 EPS 几乎要赚赢上半年 所亏的钱 你看 看不得了吧 所以股票为什么 所以问题来 所以你可以发现 我们讲到这里 其实很重要的观念来了 你看 所以做股票 为什么我说 你不能够等到 大家都知道的时候 你才出手 就是我讲的 不要跟着人群走 有没有 大家都说它好 那就可以买吗 你觉得呢 来 你看我们从陆海 又再一次看到一个案例 有没有 实际的案例 10月13号 它跟你说 8月 EPS 0.21 上半年亏了0.26 可是我单单一个8月 就赚0.21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的陆海 已经从这里 涨到这里 然后你才知道说 原来是这样子回事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初它在这里的时候 有没有 它在这里的时候 就是周线出现这个现象的时候 你想到什么吗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 已经有人先知道这件事了 那这种人呢 他是在哪里买 在这里买 所以当你看到它买下去之后 出现筹码集结了 有没有 所以怎么样 后来怎么样 你就看到它涨了多少 一路奔出 涨了150多%这样上去了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这就是我要传达的 当你看到财报数字公布的时候 往往已经过掉 最好的买进时机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很 所以为什么 我刚才讲说很多 当时我们在做陆海的时候 很多的 包含我们业界的一些 我所熟悉 我认识的一些朋友 有些是其他的投顾公司的 研究部的一些主管或研究员 私底下跟我聊天 问我说这个陆海 我们怎么挑 为什么当时我们可以提前先买到 其实不是陆海而已 我每一档股票 我都提前先买到 为什么 因为筹码集结 好 所以今天我测试要跟你讲什么 这就是你错过的 你曾经错过的 可以帮助你资金 可能一档股票 因为它涨了100多% 对不对 它这一波涨了多久 涨了1.5倍 这就是其中一个 你当时如果有做到这种股票的话 你100万1.5倍 200万的1.5倍 你懂我意思吗 那你用这种获利的话 你所赚到的钱 是不是就留得住 你每一次都这样做 你的钱是不是赚得到的钱都留得住 不会说我这次赚到了 我下一次又把它赔掉了 不会 好 所以如果再有筹码集结的股票 你要不要先做准备 一定要各位 一定要 那出现筹码集结的股票 你不要拿来做短线 赚个10% 20% 你就先走 你就想走了 如果是筹码集结 你买在筹码集结的位置区的话 上去之后 你不要只赚10% 20%就走 它会给你波段获利的 好 所以如果再有像陆海这样子的 筹码集结的股票 要不要 我相信你一定要买才行 因为2021年我说过了 请问你 很多股票都从2020年 甚至2019年开始涨上来的 好 那现在进入2021年了 你觉得今年有什么股票 在上半年或者是第一季 它会开始走波段上去的 那代表这种标的 它今年第一个 我们先讲了 从产业面着手 代表你今年现在开始 要向上走 至少在今年的上半年 会有一个大波段的股票 那代表什么 最起码你从产业面着手 它今年上半年 绝对 绝对 那个财报未来出来的数字 一定是向上爬的 甚至是跳上去的 这点你要确认 那才会告诉你 它股价低估嘛 你未来财报向上走 那股价才会低估 那股价低估你不用急 你要等待它出现什么 讯号 那个讯号就是我车标所写的筹码集结 所以像陆海当时在问 很多人在问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去买陆海 我跟你讲的原因 跟我对他们讲是一样的 那现在呢 私底下其实偶尔都会有朋友问我说 最近我们在注意什么标的 那最近我跟朋友聊天 我都跟他们说 你们可以去留意一档股票 那我现在跟你讲 那你不要你未来上 他未来如果真的上去 你不要说我没有签跟你讲 我做节目 我私底下跟会员朋友 大家所聊的 所讲的内容 跟我对你说的是一致的 不会说我台面上台面上讲的 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不会 所以你注意听了 这个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标的 或许啊 他会帮你在上半年赚超过一倍以上 你可能会打问号 真的吗 没有关系 这是人之常情 可是呢 我每一次事前预告的股票 后来呢 对不对 后来真的都涨一倍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筹码集结的时候 我就先提醒你 在集结的时候 你不要 因为他没涨 就看不起他 那就糟糕了 那就掉入股票市场陷阱 你们每一次都是等到大涨了 你才去注意到他 那你的风险就是比人家高 所以我说不要 每天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 不要跟的人群走 为什么 因为这句话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风险很高 你要自己怎么样 默默耕耘 怎么耕耘呢 耕耘筹码集结的股票 来看画面了 这个标的 我们先讲产业面着手 为什么他有机会 他的去年2020年 前三季的ETS 就超过了2019年全年了 那股价没有涨 对 你去年这么好 那为什么股价都没有涨 对他就是没有涨 那你觉得他真的不涨还是怎么样呢 来这时候不用急 然后呢 今年呢 2021年呢 为什么持续看好 而且会比2020年还要好 搭上了 他搭上2021年电子消费性产品的 大厂的最新趋势应用 今年有很多很多的国际的消费性电子大厂 像苹果 像三星等等等等的一些国际大厂 他们的消费性电子产品 会搭上了一个趋势潮流 那这个新的趋势潮流 就会创造出这家厂商的一些 增加他的收入了 他的产品的需求 就会因为他们大厂在带这个风向 带这个趋势嘛 那大厂把这个趋势带起来之后呢 全世界中的小 中小型的厂商什么 大家都跟进了 所以呢 提供提供这个新趋势 新潮流的 我们讲 原件 我们讲 或者是模组 的厂商 他就受惠 那他就是 受惠的标的 懂了吗 所以为什么其实从他去年的前三季 就超过前年全年 然后再看今年又搭上这个东西的话 今年成长性会比去年更棒 那爆发年来了嘛 所以我说了嘛 你不用急 他没有涨你不用急 他越足底 那代表耳后的爆发力 就有机会越强嘛 对不对 2021年是他今年的 我认为是他今年的爆发年 所以务必留意 所以你现阶段你要看的标的是 过去都没有反应到的 也没有什么涨的 可是他今年开始的 未来所提供的每个月的营收 或者是每一季度的财报 数字会向上爬上去的 那这种股票就是今年 你不能够错过的哦 所以你每一个年度都会有 每一个年度当时的一个 市场上的一个趋势走向 而受惠的公司企业嘛 你要把它找出来 你不能够永远都在做 去年的大涨的股票 前年大涨的股票不对啊 因为整个市场的市场的一个产业面 在调整在改变 我过去很好 我不见得今年还是好 你懂吗 过去年涨的可能今年不涨啦 你要找全新的 今年受惠的把它找出来 所以我说你找不到 我找给你 足底这么久之后 这边稍微垫高 垫高之后呢 各位 这里的量能呢 各位 再来一次 它就要上去了 所以我说 它已经准备要反映 它今年要爆发了 OK 所以量能结构已经告诉你 我这里 其实在这里开始就酝酿了啦 这里开始就酝酿了 然后到这里稍微垫高一下 然后呢 回来 回到它垫高的位置之后呢 回到原点这边之后呢 你要自己找机会 你要买两次 买三次 反正你把它部件完成就对了 买完之后 部件完成之后呢 下一次 我认为就要启动了 所以我建议各位 年后回来 你可以买一档股票 那我建议你一定要买啦 你要使用多少资金 无所谓 但是你一定要买 买这种股票 因为它会怎么样 走一个波段上去了 那未来你回头一看 你回头一看 你买在一个足底的尾身 筹码集结的位置 OK 这个标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是哪一档 你想要跟上脚步的 你要把握优惠活动了 青春期间的最大优惠 通通都是168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什么活动什么 没有 通通就是最简单的 通通168 你曾经过去曾经拨电话来公司 想要寻求是不是有优惠 什么什么优惠的 结果打电话来都很失望都没有优惠 有没有 这一类投资朋友 请你把握现在 我知道有人打了两次三次到公司同一个人 这种投资朋友很多 打两次三次 想要试试看我这次打会不一样 每次都一样 优惠价格都没有 好 那这一次呢 你要把握机会了 你要的优惠可以等到了 因为新春期间 所以一年一次最大优惠就是168 把握这个机会 然后记得 过年回来之后 赶快去买 我会带你买进 赶快 因为我们年前我们已经先买了 年后回来之后你赶快再去买 喷发上去之后 你就跟我们一起大赚 我们要赚波段 不要只是赚一点点 想要掌握波段的标的 像陆海 像过去每一档股票的一样的 请把电话拨通 把握这一次的优惠活动168 先拨电话 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上半段我们针对了陆海 我来做一个 我等于是用我们实际的一个操作的范例 来跟各位解说 你把好股票找到了 可是接下来就是剩下什么时候出手 那个时候就是我车标所写的 筹码集结的时候 在筹码集结的过程中 我们会找寻机会 陆续的建立部位 那这样的话 耳后一上去 启动上去之后 所有的客户 全部都怎么样 大赚一大波 不要等到股价喷发上去了 已经表态 然后人家公布利益多了 你才想说我要不要去追 要不要怎么样 然后开始估他今年要赚几块 那现在还便不便宜 赶快要不要去追 那个又掉入股票市场了 陷阱 跟着人群走 可以让你自己默默耕耘的时候 你要做动作 有没有 人家开始怎么样 做动作了嘛 对不对 那你要跟着做嘛 结果呢 1.5倍 对不对 好 其实太多 其实我操作的每一档股票 我都可以拿来当做范例 给你做说明 为什么我们赚到这个获利 当时记不记得我折起来 我说这个股票你要来买哦 你想要赚颇段的 你认同我们在足底尾声 买进股票的投资票 你拨电话来 对不对 后来公布了是威智 结果威智强不强 你自己看就好了 1.9倍 厉不厉害 太厉害 为什么 在这里买的 为什么 而且我是预告的 为什么 你自己看 请问一下 足底这么久之后 这里开始偷偷出量 有没有 那请问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里都还没涨 量就出来了 有没有 这没有上去 量怎么出来了 这里有没有 筹码在集结了 准备喷发了 每一档 都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说 所以我常常讲说 为什么 我们可以赚大波段 我们干嘛要去抢 那个一点点价差 我们可以这样 足底尾声默默耕耘 我们干嘛要去跟随众人 去这边凑热闹 去买那个热门股 所以我说不要跟着人群走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做 你绝对不会去跟着人群跑 第一桶 有没有 当时记不记得我折起来的 我跟你预告 要上去了 如果你要在足底尾声买股票 你想要赚波段的 请你拨电话来 对不对 后来有没有上去 你看234% 2.3倍 所以在跟着我们操作股票 其实很简单的逻辑 你跟我操作很简单 我帮你找最大的时机出手了 有没有 你看这个 足底完之后 稍微电高 就准备酝酿上去了 这个第一桶的模式 要走第一桶模式的股票 来 你看 不是不一样吗 足底完之后 开始电高 慢慢出量 电高之后 开始怎样 最后足底之后 准备要上去了 这个就是走第一桶的模式 人家第一桶涨两倍多 所以现在青春期间 你来通通最低的价格 最大优惠168 我们来买最新标的 把握机会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 请供参考